同學們好 下面我們來學習新概念三冊的第25課 Lesson 25 The Cardisarch 大家可能記得這是我們在新三冊中第二次涉及到船 第一次是在第10課泰坦尼克沉默 因為英倫三島英國本來就在一個島上 所以跟船的關係遠遠特別深 未來還有三十二課的小船二二課號 四側的二十七課巨輪瓦薩號等等 後面陸續也會講到 本科書涉及到是一個船上的一個翻船的競速比賽的故事 咱們先看裡面的聲詞和短語 打開書一百二十二頁 一百二十二頁 跟老師先把聲詞短語大聲讀一遍 Now Read Ask Me Impressive Impressive Steamship Steamship Vessel 注意出現字母V上牙處下唇 再來一遍 Vessel Vessel Era Era Java Java Rudder Rudder Row Row Steer Steer Temp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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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k Plank Fit Fit Equator Equator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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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聲在讀一遍 注意 最後V結尾一定是上牙處下唇這個動作 再大聲來一遍 Impressive Impressive 這個詞呢 這個詞呢 記住一定是一個褒義詞 留下的印象一定是好印象 而且這個詞做定語做表語都可以 咱們看一些例子 比如說看一些做定語的例子 An Impressive Ceremony 一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個典禮 一個儀式 一定是特別宏偉啊壯觀的感人的等等 An Impressive Building 一個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棟大廈 宏偉壯觀美麗 An Impressive Speech 一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講 什麼感人啊什麼深刻等等 一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演出 因為特別精彩等等 注意這是做定語 做表語也行 一樣是不好意思 The girl was very impressive in the interview 這個女孩子在面試中表現的 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定是設備能幹呢 能力強呢 活部也幽默等等 好的意思 做定語做表語都可以 那麼這個形容詞來自重要動詞 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就把後面那個字根砍掉 去掉IV變成 再讀一下 Impress Impress 搭配呢是先跟人之後 在家接受with或者by 在家事情 就是後面這個事情 給前面這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主動被動都可以 咱們看 先看主動結構 The girl impresses her fiancé's family with her livelihood and sense of humor 這個女孩子怎麼樣 以她的活泊和她的幽默感 給她 Fiance是第七課講過 給她未婚夫 給她未婚夫的家人 留下了深刻印象 你看這好的意思 Fiance 法育慈會 未婚夫 咱們第七課 殘超見媒族講過 我們再看一個被動的例子 We were most impressed with or by your efficiency 那麼這是被動 但是咱們中國人呢 在英語的被動中文多數翻譯是主動 中國人不喜歡被動結構 主動呢就倒過來翻譯 您的高效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就是your efficiency我們當主語 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李老師以前多次說過這個most 如果前面沒有定過詞 the來修飾 一般翻譯成extremely極其的 而不是最怎麼樣 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好意思 這是被動 被動在新三冊裡也有 咱們看在134頁第九行最後到第十行 未來28課中會碰到 134頁第九行最後到第十行 28課5磅也太貴 I had no intention of buying one But I could not conceal the fact that I was impressed by the size of the diamonds 我根本沒有打算買這麼一個 就是這個鑽石戒指了 有上下文 但是呢 我不能夠隱瞞這樣一個事實 conseal隱瞞隱藏 咱們以前見過的 哪個事實呢 在同一重句 後面用被動 被動中文可以用主動結構來翻譯 就是這鑽石之大呀 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有一些像彈球這麼大 巨型鑽石 鑽石的尺寸給我留下印象 那麼用的是被動 這麼一個結果 這是給某人留下深刻印象 那麼它相應的名詞形式 咱們多次見過 就是印象或者感覺 大家知道名詞叫impression impression impression這個名詞必須既搭配 咱們先回顧過二十四課剛剛講過的 十某人覺得 叫做 Give somebody the impression at 字面意思呢 是給某人某個感覺 但我們中文直接翻譯成 十某人覺得 給什麼感覺 後面同位重新描述就好了 咱們複習 在一百一十八頁 第十八行到十九行 二十四課裡面 一百一十八頁十八到十九行 The sudden movement of the door made its way slightly and it gave me the impression that it was about to leap out at me 這個門突然間這麼一動啊 使得這個骷髏骨輕輕地在搖擺 並且它使我覺得 它好像正要撲出來 撲到我身上似的 你看它給我這麼一個感覺 It gave me the impression at 直接發現使我覺得 好像它正要撲出來 撲到我身上似的 這是使某人覺得 我在問大家怎麼回顧 如果要是某人覺得 用這個結果怎麼說 某人覺得 是不是某人有這種感覺 還記得嗎 我們講過叫have 或者get impression at 某人有這個感覺 或得到這個感覺 某人覺得 同樣咱們看一下例子 I had a distinct impression at I was being followed 這個distinct 叫非常清晰的 非常清楚的 我有一種非常清楚的感覺 什麼感覺呢 就是我被人跟蹤了 就是我清楚地覺得 我是被跟蹤了 我覺得這麼便扭的 是不是會不會有人呢 我清楚地覺得 感覺到 我被人跟蹤了 叫have 或者get impression at 某人覺得 這個結構也可以記 還有一個 跟計次搭配ender的 是什麼來的 大家剛學完可能還記得 叫做beender impression at 怎麼翻譯來的 某人誤以為會怎麼樣 一定強調這感覺是錯的 誤以為 我們看例子 在第32課中 咱們見過的例子 150頁第10到第11 150頁的第10到第11 24課你們剛剛見過的 Though the crew first had ended impression at the last ship had been found the contents of the chest prove them wrong 儘管船員們 一開始的時候 誤以為沉船被找到了 而事實上箱子裡的東西 證明他們都錯了 誤以為叫beender impression at 這是同根字的一些變化 形容詞impressive 動詞impress 名詞impression 一定既搭配 否則光備單詞 這單詞認識 但是閱讀 第一個不深刻 第二個寫作 根本就不會用 好 這個重點詞 我們跟老師就看到這 下面一個比較重要的詞彙 咱們看一看這個 時代時期這個詞 這也是複習 我們早在原來的第三課中 就提過一次 我們大聲再讀一遍 Era Era 表示某個鮮明的一個時代 有某個歷史事件 或某個人當政的一個時期 這個時候咱們說過 它跟另外一個詞 是同一詞 我們也可以同時記一下 Epoch Epoch 也可以這麼來讀 另外一個翻譯也行 Ep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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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 表示重大的歷史時期 那麼我們先回顧一下 我們經常可以用在哪些場合呢 比如經常可以用某個歷史人名 做定義來修飾 就是某個國王或某個女王時期 這個時候或某個總統當政的時期都行 你比如說 The Victorian Era 或者Victorian Epoch 這個未來到了24個就會碰 未來的第4次的時候會遇到 The Victorian Era 或Victorian Epoch 翻譯成 維多利亞女王時期 就是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 維多利亞女王 Queen Victoria 當她當政的時候 維多利亞女王時期 類似我們說的康熙時期 道光年間 跟這個類似 還有呢 總統也行 The Clinton Era 叫克林頓時代 和克林頓時期 都行 這兩個字可能替換 那麼也經常用某個事件 給這個時期來命名 也行 比如說 The Steam Engine Era 或者Steam Engine Epoch 叫做蒸汽機時代 大家還記得 再比如說 The Post-War Era 或者Post-War Epoch Post-War叫戰後的 叫戰後時期 這個戰爭指的是The Second World War 二戰 二戰結束之後的 戰後時期 你看 用某個統治者 或總統的名字命名 或用某個重大事件 來做標誌的某個時期 可以用它 另外注意 如果什麼什麼的時代 我們除了在前面 用詞彙來限定它 也可以後面用off 來修飾也行 後面加個介紹off 你比如說 We're living in an era We're living in an epoch Breast-Taking Change 我們生活在一個 令人驚嘆的 瞬息萬變的 這麼一個時代 充滿了變化 現在世界變化太快了 那麼 Era 或Epoch 後面加介紹off 什麼什麼的時代 Breast-Taking 叫令人驚嘆的 這個Change 改變變化 Breast-Taking 就這種感覺 讓屏住呼吸了 把呼吸都抓住了 這麼一個 你看 可以在前面修飾 也可以後面加介紹off 這是時代或時期 另外這個詞的一些搭配 特別重要 比如說 我們說 在一個時代的開始 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我們經常說 The beginning The dawn 或者是The dawning of a new era 或者說 A new epoch 都行 一個時代的beginning 不說了 開始 Dawn 這個詞可以表示 凌晨浮曉 太陽升起來了 時代開始了也好幾 或者Dawning 也行 都可以表示這個時代的開始 同樣的我們說 在這個新時代的門檻上 也是新時代馬上就來了 到了門檻一脈步就進去了 我們用be on the threshold of a new era 或者說 a new epoch 都可以用它來說 我們再讀一下門檻 這個詞 Threshold 土舌頭 再來面 Threshold 在新時代的門檻之上 就一脈就進去了 可以這麼來說 還有呢 我們說一個時代的結束 The end of an era 或the end of an epoch 都可以 這指時代時期 Era和Epoch 或者讀著Epoch 這個詞的重要的一些用法 咱們看一些例子 比如說 咱們先看一下本課書中 就在122頁的第九道地十行 本課書中25課裡邊 122頁第九道地十行 It marked the end of the great tradition of ships with sail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用了固定搭配了 這mark是標誌的 標誌的翻船 這個偉大傳統的結束 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蒸汽機時代就來臨了 新時代的開始 還有呢 我們再看看這樣一句話 His death marked the end of an era 它的詞標誌的一個時代的結束 你看這是Era重要的一些搭配 希望大家記住 在寫作中 口語中就可以寫 可以說了 好 下面我們再回顧一下 在第三課裡面還講過 另外一個重大的時代時期 就是times 也可以表示某個時期 歷史時期 這個搭配一般也是多用在這次in的後面 我們講過in modern times 在當代 in recent times 在近代 in ancient times 在古代 in prehistoric times prehistoric 我們在第十八課中見過 叫史前的 史前時代 就是人還不會寫字 沒有歷史的時期 可以用它 還有我們說 在固定搭配 在後面叫off也行 跟那個area類似 in times of 在某個時代或時期 用off限定也行 我們還見過的 in times of peace 和平時期 in times of war 戰爭年代 都行 咱們回顧一下 在第十四課中見過的 66頁的十二行到第十三行 66頁的十二到第十三行 in times of peace 在和平時期 當生意不景氣的時候 呼呼德帶著他的士兵 會開復到一個城邦裡面去 等等 和平時期四冊十四課 咱們講過 也是用times這個詞 這個搭配順便記住 那麼還有一個表示時代時期的 大家記得嗎 就是年齡這個詞 age 大家可能還記得 表示某個時代 或者某個時期 這是多一字了 你比如說 我們說 先看一些固定搭配 固定搭配裡面有大寫的 the bronze age 青銅氣時代 the ice age 冰川時代 the stone age 石器時代 歷史的 某一個地球上的某個時期時代 這個時候固定搭配 專用名詞 這個大寫了 bronze 是青銅 我們大聲來讀一下 the bronze age the bronze age the bronze age 連到一塊了 在裡面 the bronze age 第二個也就是 連到一塊 the ice age I say sage 連到一塊 前面呢 i是原因開頭 所以不要讀the 在裡面 the ice age 第三個 the stone age nage 又連到一塊了 在裡面 the stone age 石器時代 當然如果不是這些專有名詞 就不用大寫了 同樣我們可以說 the modern age 叫做當代 the computer age 叫計算機時代 同樣因為a 是原因開頭 經常可以跟其他父母拼在一塊 你看 modern age computer age 也是連到一塊 在這個時候 就不一定得大寫了 因為它不是專有的一些成為 我們再看一些例子 這個名詞後面 什麼什麼的時代 同樣可以叫off 你看有類似之處 比如說 in this age of the internet finding a job can be much easier 說我們在這樣一個 英特網的時代 你看我們在寫作中 這個一個用 那找工作呢 可能比以前就容易的太多了 那什麼什麼的時代 age 後面一樣加其次off 我們再看一個課文中的例子 比如說看38課 the nomads who made his markings live by hunting and fishing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which began about 35,000 BC and ended about 10,000 BC 這些做過那些標記的游牧民族 生活在 以靠魚獵為生 在什麼時期呢 在最後一個冰川季的這個 這個裡邊 靠魚獵為生 the last ice age 看冰川時代 最後一個冰川季 它以魚獵為生 並且呢 這個冰川季大概開始於公元前 35,000年 結束於公元前1萬年 大概2萬多年的這個時期裡邊 魚獵為生 好了 這看到是冰川時代 下面一個 咱們有關船隻的一個名詞 就是船上的這個舵 我們當常識把它記住就好了 大聲跟老師讀一遍 rather rather 誒 這是船上的舵 因為山策裡出現好多船隻的課文 所以裡邊船上的東西特別全 我們在以後還會碰到 船上大鐵毛這個詞 我們分別大聲讀一下 anchor anchor 船上拋錨的那個大鐵毛 還有呢 船上的圍桿 我們大聲再讀一下 mast 美詩發音同樣把r變成a 這麼讀 再來邊 m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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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發音都對 就是船上的圍桿 還有呢 船甲板 這個簡單 大聲來邊 deck 這個音是美詩一樣 還有船船的船體或船殼 整個船體或船殼 我們大聲來邊 how how 船上的船艙 我們來邊 cabin cabin 注意 同樣不要讀成漢語拼 cabin 不是bin 這裡不是發e 而發e n 再來邊 cabin cabin 對了 是這麼一個聲音 還有船頭或船尾 這個到了第四側咱們會碰到 先大聲讀一下船頭 bau 再多加船尾 stern stern 好極了 還有船的左弦和右弦 分別是兩個專有詞彙 也是未來在四側瓦薩號裡會碰到 先多些左弦 port port 右弦 starboard starboard 有關船的一些名詞 當到常識咱們記住就好了 好 這個重點詞我們給老師看到這 下面我們來看一個意思特別多的動詞 就是本文中重要詞彙roll 但是這個詞 僅僅做動詞就好多含義 比如說可以表示滾動 大家可能最熟悉 由滾動派聲音下去卷起來 因為它也是滾上去嗎 卷起來 還有表示來回搖擺 遊戲表示船舟或飛機 在風中或浪中搖擺 還有發出隆隆的低沉的聲音 像打雷一樣 雷鼓一樣的聲音roll 也可以用它 咱們看些例子 我們先看看表示滾動這個含義 你看這兩句話可以做對比 這個是類似的 第一句話說 tears roll down her cheeks 什麼意思呢 淚水順著它的面頰流淌了下來 滾下來了嗎 大淚珠子一顆一顆滾落 滾落了下來 可以這麼說 同樣 the ball rolled down the hill 這個球順著小山滾下來了 你看含義類似 滾動有這個意思 還有一個習語叫做 滾動的石頭 rolling stone 咱們知道英國有個老牌的搖滾樂隊組合 就叫滾石 rolling stones 只不過它用複數 這個滾石是什麼呢 這滾石其實是指人 它是個習語 就是漂泊的 沒有固定住處 沒有固定工作的這麼一個人 往往是一個流浪漢到頭漂泊 它像滾動的石頭一樣 沒有一個落腳之處 到處漂泊四處流浪的這麼一個人 沒有固定工作 沒有固定住處 甚至英語中有這麼一個諺語叫 rolling stone get a snow moss 這個moss在這表示 苔藓第一 就青苔 長出的青苔 滾石不會長出青苔來 該這兒不慢慢聚集到一塊嗎 沒有青苔 叫滾石不生苔 漂泊的人一生不聚財 就這個意思 滾石不是表示漂泊的人嗎 一生也存不下錢 它沒有一個定產 沒有一個地產用來積聚財富 所以滾石生不出綠苔 而一個漂泊的人一生存不下錢 這是來自滾動的一些重要搭配 咱們順便可以記住 但是也可以表示卷起 表示卷起 尤其表示像卷袖子啊 把地毯卷起來啊 也是滾動的一個派生嘛 咱們複習一下 在第十五課中 就是第七十頁的十一行最後到第十二行 七十頁十一行最後到第十二行 咱們看這句話 他說 George took off his jacket rolled up his sleeves and pushed his right arm through the drain cover 喬治怎麼樣呢 脫下他的夾克衫 捲起了袖子來 並且把他的右胳膊順著地勾蓋 擠了進去 塞了進去 還記得嗎 捲起袖子 rolled up 網上捲滾嘛 也是滾動的一個派生 特別好奇 這是捲起運用法 但是在本文中表示的是搖擺 尤其表示船隻或飛機 在浪花中 在不平的氣流中 來回或者前後的擺動 咱們看一些例子 the ship was rolling heavily to and fro 這隻輪船非常非常嚴重的 前後來回擺動 這個不能反正滾動了 輪船要風浪裡打滾 就沉沒了 這滾動有點誇張了 擺動搖擺的意思 那麼 heavily叫非常嚴重的 大幅度的 to and fro叫前前後後的 前後的這麼來回擺動 to and fro叫back and forth 來來回回前後的 那麼本文中的也出現了 就是本課書中 就是一百二十二頁的第十四行 本課書中的第十四行 課文十四行 它說 The Cadizac road from side to side and became impossible to steer her 卡蒂薩克號左右來回擺動 這個時候要駕駛它已經不可能了 這個road from side to side 表示左右來回擺動 to and fro叫前後的擺動 前前後後的這個都行 總之在風浪中搖擺 當然我們剛才說了 這個詞也可以表示 發出轟隆隆的低沉的雷鳴般的聲音 thand the road in the distance 雷在遠處發出轟隆隆 就像打滾一樣的聲音 雷從遠處發出轟隆隆的低沉的聲音 沿用low這個詞 咱們總結一下可以表示滾動 派聲音下表示全起 還可以表示來回擺動搖擺 風浪中擺動 還可以表示隆隆的聲音 這個都行 那麼這個詞做名詞意思也特別多 它做名詞的第一個狀況含義 就是表示卷 一卷東西 用的特別廣泛 比如說 a roll of carpet 叫一卷地毯 卷成了一個卷 a roll of film 一卷膠卷 這個film可以變成膠卷的意思 a roll of cloth 叫一卷布 很大的布地卷成一卷了 一卷中的東西 甚至類似於卷的東西也行 咱們中國人特別喜歡吃的 spring roll 老外也都知道這麼一個玩意兒 中餐裡著名的一個叫 春卷 也是一個卷到一起 中間有餡 這麼一個東西 一卷東西可以用它 那麼它也可以表示 我們點名的那個花名冊 花名冊也是長長的名單嘛 可以把它卷好嘛 再打開嘛 你看有個搭配叫 the teacher call the roll 老師點名 點名這個搭配就 call the roll 一般過的事再加一例 the roll 錯表示花名冊名單的意思 叫點名 如果錯過了點名呢 你看 three senators missed the roll call 動詞圓形當然是miss missed the roll call 就錯過了點名 three senators 參議員了 有三位參議員錯過了這個點名 點名是沒有到 來完了 這是我們看到這個 有卷派生 表示名單名冊 花名冊也是卷成個卷才能打開嘛 很長的 你看非常好記了 同樣這個詞也可以表示搖擺擺動 那麼它就是剛才表示搖擺動詞的名詞形式 拼寫一樣 你看 the slow steady roll of the ship made us feel sick 那麼這個緩慢的平穩的輪船來回的搖擺 來回的擺動 使我們覺得的噁心不舒服 這麼一個 輪船或飛機在風浪中 風中搖擺 都可以用它 同樣的也可以表示 隆隆聲 the distant roll of thunder 遠處隆隆的這個雷聲 都可以 總結一下做名詞可以表示 一腳兒東西 花名冊 cobble roll 叫點名 missed the roll call 就錯過點名 還可以表示什麼 輪船飛機的搖擺 以及隆隆聲 都可以 好 這個詞彙意思很多 咱們穿到一塊兒把它記住 就好了